哈喽大家好 我是正在西场中文连载伊甸校园的尘 今天这期视频我将介绍的是来自 啾啾的奇门冒险不灭钻石之中 第一个出现的敌方体神 他便是杀死了主角杖柱的外公 让空雕城奈狼远赴日本来调查的 来自超高智商的变态罪犯的体神 水项链 这个体神的名称 AQUA NECLESS 是取自于亚洲乐队 也就是亚西亚乐团的专辑水 而本体Angelo的名称 则是取自于美国籍意大利作曲家 这个体神的外形呈现半透明的碧蓝色 全身大小也不过勉强腾满半飞小酒瓶 即便是最大的体型 也只比人头大上些许 他在漫画中也只展现过一次下半身 而上半身更是恶心无比 全身布满了心红的大眼珠 不论是手背胸口 胳膊周都是如此 在漫画中并没有其使用这些眼睛的翻例 参考专烈成人 可能是荒梦老师只是比较喜欢这种设定 来体现恐怖和压迫感吧 至于这个体神的头顶 更是有着左右两半铁头盔 中间的缝隙十分像是人脑一样 其真正的双眼瞳孔可谓是细瑞针孔 而且能力则是可以变化成各类液体的外形形状 完全进入人体后 便可以对目标进行控制 水项链还能从目标体内强行破体而出 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 也能够混入周遭的环境之中 作为一个远程操作型替身而言 这可以说是十分强大的暗杀能力 对第四部中第一个出现了敌方替身 它的来源正是替身之剑 这也是漫画之中第一次正式提及替身的另一种来源 有关替身之剑的相关知识 可以去看我这一期视频 水项链在漫画中 光是展现其强大的变身能力就换了四种形态 首先是伪装成牛奶钻进来瓶之中 此时的体型大小只相当于一瓶牛奶 随后便是化为水流 进入了水管顺带沿着供水系统 进入了东方棚子吞泡的热咖啡之中 并伪装成咖啡 这时的体型只有茶杯般大小 在那之后还可以变成成褐色的白蓝地 并且能够让自身的一部分化为酒瓶的装饰贴在内侧 增加仿真度 非但如此 在一定的温度下 其甚至能变化为水蒸气 弥漫在空中伺机而动 即便是进入空气加湿器也不在化下 这些密布的小水珠都在它的提升能力控制之下 也就是说正常物理手段是无法伤害到水项链的 类似于阿伯德罗的火焰 才能对其提升造成有效伤害 这也是少数几个不会反馈物理伤害的远程操纵性提升 但其受到的矢量 例如被困在瓶中进行反复摇晃 被装在塑胶手套里来回甩动 这样的矢量受力则是会反馈到本体身上的 类似于沙皇小车被施加向下的音波重压 也会反馈到极量精英的手掌上一个道理 体身面板 破坏力 速度 精密度 C 这个提升的破坏力主要体现在其钻入目标身体内 进行内脏破坏并破体而出的效果上 但进入瓶子中后通过自己的力量在如此小小的环境内 还是无法做到将瓶子击破的 外伤的唯一体现便是在陈大狼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小伤口而已 速度连普通人都能反应过来 不论是变化形状的速度还是逃窜 或是攻击的速度均是如此 可其体型的不确定性 以及流体的优势却实习在实战速度上不止停留在C 精密度并非体现在变形上 毕竟这是单纯的能力变化效果 逆深度可以说是百分之百了 射程距离 持续力 诶 毕竟是远程操作性 虽说漫画中并未能展现水量量距离数公里操作的案例 但我们也能发现 整个杜王丁小镇在当时都是处于这名嚣张杀人魔的掌控之下 至少当时外表上看来是这样 持续力更是能够保持三天不收回完全没有问题 成长性 一 属于是十分稀少的数字了 相当的怎么说呢 罕见吧 明明这样一个超高智商的罪犯 犯下的罪果和手段都是属于低能成 连续被抓不说 大半辈子都在监狱里读过 也没学的聪明一点 手段低能被剑触发了 这么个陰险的替身 却依旧是成长性意义 可以说并不是这种人渣罪犯 精神力就一定会很强悍 有的人可能天生就不适合 那么接下来回答一些收集到的粉丝提问 1 水项链变标签是怎么做到的 水项链能控制气液态的水 哪个控制冰行不行 水项链变酒时只变了颜色还是酒精之类的成分也变出来了 以此类推水项链能不能石油水银液氮之类的液体 答案是这一届的咎有纯度实在是太低了 那么接下来我来如此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水项链变标签是用替身能力做到的 这是它变形伪装的一部分 其次冰不是液态的水 第三变成了酒那就是酒了 这是替身变形伪装能力的一部分 石油是指气台、液态和固态的听类混合物 水银是金属拱 液氮的溶点是零下210摄氏度 费点是零下196摄氏度 真的 有的时候你很会怀疑这个 算了我不多说 而缺水可以把自己替身喝了解渴吗 答案是 虽说召唤出来的是精神力 但水项链是有实体的 也就是说可以饮用的 但失去了附身的水源 那么就不能凭空召唤 自然 一般来说在无水环境下 安吉罗都是用自己的口水、血液召唤的 毕竟他本来就是个恶心的变态杀人狂 你们的口味看来确实是比较特殊 三 水项链怕不化白色相簿、赫鲁斯神、活用魔术师之类的提升 答案是 怕白色相簿、因为会被冻住 也怕赫鲁斯神、因为会被冻住 怕红色魔术师、因为会被烧掉提升 四 能不能像FF那样先是抽干这个人身上的所有水分 然后用水项链注入水分 让他成为一个可活动的傀儡 答案是 钻进目标体内过一会儿后就可以控制了 不需要多余的操作 五 水哥的替身和水项链打一下会有伤害吗 答案是 两者都不会受到单纯的物理伤害 所以纯替身战斗不考虑本体 这两个人是互相无解的 六 能变成阿巴查吗 答案是 很低级的问题 答案确实是可以的 尿液或者是茶水都在变化范围之内 七 水项链进入马杰特体内还出了来吗 答案是 这个问题不像是潜行者那样不好回答 首先你要知道一点少 从葡萄血上来看 其实单纯你就从表面上来说 你的肠道啊 胃部啊 喉咙啊 鼻腔也好 都可以算出是外面的哟 水项链是不能不伤害 水项链是不能不伤害你 直接进入你的血液之类的 也就是说 如果水项链不破坏马杰特身体的情况下 不论从哪里进入 在20世纪男孩替身能力启动之后 他都能远路返回 别人是不受到伤害 又不是蹊跷全部给你堵死 在替身被关到瓶子里塑料手套后 可否通过控制替身 变成水蒸气时瓶内压力增大 从而撑破容器脱困 答案是 至少目前漫画里出现的范例 都是通过外界工具 它才能够变成水蒸气 9 我在想如果饮水链进入大海 那安吉罗是不是能够做到水慢 渡王厅 饮水链能控制的水量上限到底是多少呢 还有他和水哥的该部神小比哪个更强一些 答案是 前者是可以做到的 水链的强度和附近的水量有很大的关系 从下以后他甚至可以威胁藏代朗就看得出来 而后者呢 那就让咯们不断来回答你吧 10 雾化后可以被白金吸尘器吸进去吗 如果可以水链可以控制白金是 答案是 前者呢是可以做到的 阿强在前期是本着训练杖主的目的 同时也是荒谱老师为了不让前角色 占据本作主角的光芒 而后者 白金之间是体身又不是肉体 11 水链身上的眼睛受伤 本体的眼睛会受伤吗 答案是 参考壮猎成人 没有实际视力功能的这些装饰性眼睛 是不会对应真实的眼睛部位的 尤其水链也算是半个人型提身 12 同样是力C 表现力和水链为什么差这么多 答案是 因为盖部神的基本外形具有力抓 而且盖部神的水压更强 战斗天赋更优秀 并且速度高一个台阶 13 水链是实体吗 答案是 我们可以参考白色相簿 铝周盖部神 鱼者 他们都是替身能量附身在实体身上 产生的替身加自然混合物 最是有实体 且不容易受到现实物理伤害 普通人也能看得到 也能够影响得了 14 摘洛可以用水项链使出回掌之力吗 答案是 在经过了恶魔掌心地带之后的 摘洛可以触碰到提身 站了之后就可以 但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安杰洛站着不动 让杰洛把他的提身搓成水球 15 FF可以用水项链增值吗 答案是 完全可以啊 水项链体内就是真实的水 从这种程度上来说 斗亥克对于水的吸取 可以极大程度上克制水项链 并且水项链无法伤害到FF 每一次接触都是帮对方回循 完全被压制 16 为什么水项链不控制别人的体液 把它变成干水 答案是 因为控水不是它的提升能力 它不是巴杀 17 水项链可以变成水洗掉 南北战争的罪罪孽屏障吗 别词 答案是 如果水项链被召唤出来后 使用的是纯净的水 那就可 是吧 水项链是不是可以免疫所有物理伤害 答案是 大部分 比如高压 升温 降温 也算是物理变化 能对其造成严重影响 这里看如何归类 你明白我意思就行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我将介绍的就是主角的提升了 没错 直接介绍主角提升 想看疯狂钻石 想听我念提升名称的 就来点个预约吧 我的黑暗科研小说一天下 正在新闹中的网糖糖连载之中 希望有兴趣阅读 和我一同体验 未来世界的小伙伴们加入收藏 并持续追溯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